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衣承很轻松地拥有肩甲子 穿带脚怎么选啊 之前我以为这种东西非常积累 但是后来发现 真的很难拒绝这种 bling bling的好妈妈 首先呢就是考虑怎么选 可以根据自己的手型 选择适合的甲型 一般来说 肉肉手 短手 适合杏仁型的甲片 圆锥舌骨接手 更适合方形甲片 当然也不是都是绝对的 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的 之后呢就是量尺寸 我们去量大拇指甲面最宽的地方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去对应卖家上面的尺寸图 甲型跟尺寸都ok了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喜欢的样式 还可以定制 因为是夏天嘛 所以我选了一些比较轻厚的 这好像什么都讲究一个自然 麻生感 最好的都是这种 凑着肉色的那种感觉的 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风格造型 搭配着取代 定下天 不要买太透明的甲 不然会用出你自己的本甲 穿带脚怎么大 然后呢到最关键就是贴的关键 我们要拿一个打磨指甲的这种搓条 然后来先打磨一下它的表面 这样它要粘得更薄 不要用送的这个搓条去磨 它非常的伤害本甲 用这种细腻的搓条呢 顺着我们的指甲竖向的这样打磨 然后呢我们要用这种酒精棉片 它是下我们的整个指甲 拿着这个搓条去打磨这个穿带甲的背面 就它的内侧 我们选一个适合指甲大小的果冻胶 这样 不要贴到指甲边缘的这个肉上 不然它容易不拧 再拿出这个送的小布棒 然后粘上之后 看牙推出那些小气泡 穿带甲这样立起来 确定好方向之后 这样 把牙上去 完美地去贴合它 穿带脚怎么卸 卸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直接扣 非常的上分甲 先把你的爪子放到热水里泡一泡 再拿这个小布棍 轻轻地撬开边缘 好了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再也不用去美甲店面 做一个非常复杂的款式 要等三个小时 学会了的话呢 就赶紧get起来 轻松地实现美甲自由 Love you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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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